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两个问题 但是呢也可以说的是一个问题吧 都叫幸福的小日子 他们真的是幸福的小日子吗 首先我说这个低油价的问题 我自己呢查了叫globalpatropress.com的提供的数据 2023年2月27日 俄罗斯的汽油价格是每加轮2.6美元 这个呢如果你算上俄罗斯的这个产油国和它的实际的购买力 好像并不比美国的美加轮3块4毛钱便宜多少 美国的昨天晚上我看到的价钱 有一个加油债是3块2毛7 确实是比俄罗斯要略微贵一点 但是这个贵一点是基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购买力的基础之上 确实是这些年从川普到拜登到现在印了很多钱 导致了通货膨胀 这个通货膨胀不是拜登一个人造成的 我觉得这还是还是要客观一些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油价的价差呢 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这个价差呢 我觉得对比他们实际的购买力呢 这个意义不大 或者说我们这样直接拿物价来直接对比意义不大 因为有的物品呢 俄罗斯的价钱呢比美国高 有的是美国的比俄罗斯高 那么我觉得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Nationmaster.com 对俄罗斯和美国生活比较的一个数据 这么个数据呢 我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第一 美国人均月收入是3258.85美元 它是俄罗斯的五倍 俄罗斯是多少呢 是686.16 第二 美国的本地购买力是俄罗斯的四倍 我觉得就这两点 就足够说明很多很多问题了 所以你在细究这个俄罗斯的油价 2块6亿加仑和美国的3块2毛4 好像听听就好 不是特别的重要 那么我下面来讲 俄罗斯人幸福的小日子 是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今天有一个网友告诉我说 有2万多俄罗斯妇女跑到这个 北爱尔兰那些地方去生孩子 宁愿生孩子要留下来 也绝不去 也不绝不在俄罗斯带着 甚至还有伪造国界来诈骗的 这样的情况都发生了 但上一期节目我也谈了 就是说有 就是半年时间有2万多 这个俄罗斯人 试图以非法的方式进入到美国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生活在那么幸福的 保守主义的俄罗斯 一定要以各种各样的手段 逃离俄罗斯 这是就他们的幸福小日子吗 OK 这里边第一个问题 讲俄罗斯的警察数量 根据彭博社提供的数据 世界各国每10万人 所对应的警察数量的排行榜 前10位依次是俄罗斯 土耳其 意大利 葡萄牙 哈斯特斯科斯坦 阿尔基利亚 伯加利亚 斯洛文 斯洛伐克 捷克和西班牙 而这个排第一位的就是俄罗斯 就是每10万人当中有547.4个警察 那么有着世界第一多警察数量的俄罗斯 有没有遏制住犯罪率呢 数据好像很不给力 如果俄罗斯人正在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幸福犯罪率是很低的 但是很遗憾 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网站的数据 俄罗斯的谋杀率 2018年的数据是 谋杀率是8.21 今年好像是9 凶杀案数量是11964 那么跟他对比的是 美国的谋杀率是多少 美国2018年的数据是 谋杀率4.96 凶杀案 16214 也就是说 美国的谋杀率只是俄罗斯的一半多一点 稍微多一些 但是别忘了 俄罗斯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 却这个谋杀率 却差不多是美国大倍 这个事情怎么解释 这就是你们 所鼓吹的俄罗斯的幸福的小日子 同样根据这个网站 对俄罗斯和美国的犯罪 比较数据 俄罗斯故意杀人率 是美国的三倍 每百万人的谋杀率是美国的两倍 第三点 我上面提到的这个谋杀率似乎对美国并不公平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世界这种恶性谋杀案 大多是黑帮或者是有组织犯罪 他们犯下了罪行 但是在美国 俄罗斯的黑手党和俄罗斯的黑帮 是鼎鼎大名 苏联解体以后 1993年的8月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报告 美国有15个有苏联血统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的6000多个罪犯团伙中 有200个与美国的同行 在美国14个州的17个城市开展活动 大量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人物 被派往美国执行黑社会谋杀和勒索等服务 包括圣和赛在内的旧金山湾区 大约有300名俄罗斯的犯罪分子和同伙 洛杉矶地区大约有600到800名俄罗斯犯罪分子和同伙 因为这里边是美国的第二大俄罗斯人的聚集地 美国有俄罗斯的聚集地 俄罗斯村 在俄罗斯有没有美国人村和美国人的聚集地 我好像没听说过 除了大使馆 在我们这个纽约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盗贼集团 就翻译成中文叫盗贼集团 他的这个俄文名我不太会拼 应该叫Vor和Zako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叫盗贼集团 他的高级头目叫Sulaya 这个Sulaya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把总部设在纽约 他组建了多个团队 他的成员在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佛罗里达和内华达展开业务 作为国际俄罗斯黑手党的老大 他的组织是没有国界的 2017年6月7日联邦调查局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及纽约警察局 逮捕并指控33名俄罗斯黑手党成员 他们涉嫌敲诈勒索 非法赌博 枪制犯罪 贩毒 电汇欺诈和信用卡欺诈 身份盗窃 使用电子黑客在赌场老虎机上进行敲诈 总部设在大西洋城和废城 谋杀和雇佣阴谋 以及相嫌走私等等 做坏事没少做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犯罪的情况 既然谈俄罗斯的小日子 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保守派特别建议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俄罗斯到底有没有强制疫苗 有人说没有 真的吗 2021年11月11日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 这次我还都不引用美国人的消息了 否则你们认为就是美国受DS的控制 消息不准确 不可信 那我们引用保守主义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 塔斯社的消息这么讲 是俄罗斯12个地区对60岁以上的居民实行强制接种 俄罗斯的12个地区分别是圣彼得堡 克拉斯诺达尔 斯塔夫罗伯尔和比尔姆地区 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 达达斯坦共和国 伊尔库斯克 比尔哥罗德 阿姆尔和卢卡加地区 汉特曼西和涅涅茨自治区 12个地区 强制疫苗 我的频道下方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网友问 能否解释一下斯诺敦为何避难俄罗斯 我是这样回复他的 就如同新加坡这个俄吹一样 这恰恰证明自由社会不但不会杜绝妄想型精神病 有时这种精神病还挺多的 但是即便是妄想型精神病患者也是自由的 美国也没有任何抓捕一个谩骂 对不对 你在俄罗斯和中国试试 你骂骂李显龙 你骂骂普京 你骂骂习近平 你试试 你试完了你可以再来问我 再者说了何止是斯诺敦啊 美国不还有一个去北朝鲜寻求政治庇护的分子吗 可惜命丢了 在奥巴马时代认为这个美国坏套了 跑去这个北朝鲜寻求这个政治庇护 后来川普政府千方百计的把他给救回来 结果救回来之后就死掉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去俄罗斯去寻求庇护的斯诺敦和去北朝鲜 投奔光明的大学生都是极端的个案 他们根本没有广泛的代表性 他和那个美国美墨边境上有两万多个仕途突破美国边境 想偷渡到美国的俄罗斯难民 这个有的比吗 对吧 这不是个案 并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斯多登的父母和那个投奔北韩的分子的父母 他们没有因为叛国罪 他这个受到政治上的年累吧 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年累 他们反而不依不饶的要求美国政府给个说法 如果美国政府是俄罗斯和中国那种类型的政府 这种叛国者的亲属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论是斯多登 还是那个投奔光明社会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起码都身体力行的做出了选择 但是呢 那些俄吹 鼓吹俄罗斯人过着幸福的小日子的这些款型的中文的分子 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 因为他们绝不会去俄罗斯和中国去寻求政治闭鸿 我想问一问那些生活在油管上的那些著名的俄吹 他们有几个是生活在俄罗斯的 他们不都是生活在让他们十分痛恨的欧美吗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